有名材就记得购买 购买的 今集我们收出去 可以购买 哈喽我是每天和你们分享身边室的莎莎 耶 最近无论是热搜还是新闻头条 都是居屋 什么是居屋 居屋就是香港资助的可以出售的公共房屋 简单来说就是低于市场价低于很多 然后卖给市民的一种房屋 移到居屋的楼盘发售哇那场面真的是如此的壮观 比我们以前面对村运买火车票排队的情况还要严重 看图 哇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这些楼盘免费送吗 这个月又有居屋的新楼盘发售了 哇有些人凌晨三点就去排队了 因为居屋它不是说你符合资格 然后去申请你就能买到他们的房子 而是你所有条件都符合了之后 然后还要像抽奖一样 如果抽到你呢你就有资格买 如果抽不到你呢那就 哇更其在油情都麻烦得了 哇如果抽中的话那就是像中了大奖 你说什么别骗我花几百万还是中大奖 有些人呢参加了三次都没有被抽到 这是很正常的 你说就像我同事吧 他的父母呢就被抽中了 然后呢他是只需要花三百万就可以买 就他们当时的话就是他的房子价值七百万 所以他只需要花三百万就买到了 就这样子省了几百万你说是不是中大奖 我觉得是哦 像这期哦他就推出了四个五院 大概有七千零四十七的单位 暂时定价呢六三折发售 就是市场价的六三折 然后呢他的折后价大概就是 九千三百六十五 至七千五百五十五一尺 新楼盘呢七千多一尺 你知道在香港是多么多么的便宜吗 还是新楼盘 你们知道香港五六十年代建的一些房子呢 他们也要卖九千多一尺 有一些还是一万多一尺 哇 流浪好水啊 哇我有钱 真的不要玩凌晨三点啊 我凌晨一点我都去排队了 真的 哎 大概十月份就截止了 然后十月份的七号晚上七点就截止了 然后到一月份的时候呢 就要搞个大抽奖 最快就是明年的六月份 你就可以去选楼了 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哦 拜拜